您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将我们所画的 图做成EPS的输出 那我们这边,我们的资料 这一些 我们在Excel里面,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开启一个Quick Start 然后这边就有很多可以选 来看一个这个 OK 那这个是我们选Simple Scatter 然后按OK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 贴进去 那这个 图就画出来了 那你要 在里面修改 你的 Title或Excel 文字都可以 文字都可以 把它改成Excel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把它输出成EPS 因为很多的论文通常只接受EPS 我们在Graph这里面 Export 这边会有一个选项 我们这个选项 我们这边去选 EPS 这个档 我们就最简单的叫它Test OK OK 那这边它就会问我们 这个宽度跟高度 还有一些 Final图的DPI 那如果你的需要你是选择你要高DPI的这个 你可以这样把它选进去 然后你就按 OK 它就会去把它输出了 那因为高解析的关系 那输出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我们这个已经输出完成了 那 在这边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这一个已经变成这个 DPS档了 那这边你就可以去 这个 开启 它 那我开启的工具是用 PC-Tech 就是Latec的格式 所以 如果你要输出 用Sigma Sigma Pro输出成EPS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展示呢 就做到这里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试点赞 订阅